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宣布 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几十门榴弹炮 14多万发弹药和更多的战术无人机 自战争爆发后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总额 已达到了34亿美元 目前这些武器正在源源不断地送抵乌克兰 乌军已经开始学习如何使用美制榴弹炮 预计这将花一周的时间 为进一步孤立俄罗斯 拜登还宣布 美国将禁止俄国附属船只进入美国港口 西班牙和丹麦两国总理周四到访基辅 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 却在俄乌紧张局势高居不下之际 俄罗斯周三成功试射了一枚具有核弹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 同时伴随着警告的信号 对此美国国防部声明说 这是常规试射并不意外 我们不认为这次试射对美国和盟国构成威胁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